同学们在学这个斯卡拉过程中呢 为了搞清斯卡拉底层的机制呢 有时我们需要查看圆码 那你圆码怎么去查看呢 它有它自己一个关联方式 说说这里我们来看看 如何关联我们的圆码 我写到这一栏 关联我们圆码 OK 写到这儿我们的标题二 就是看圆码怎么关联 我把这个放到这儿 给它讲一讲 查看圆码的快捷键 是Ctrl加B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个案例 大家看我的演示 比如说我打开斯卡拉 我写一段代码 我写一段代码 比如我还在这里面建一个测试的程序 还是object 就是look look source s-o-u-r-c-e code 举个例子 那我在这儿写一个命 命办法 然后呢我写了一个这样东西 vr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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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我6了一个数组 类型呢 是int 里面放四个元素 我输出 r等于加r 好 同学们 现在我运行一小把 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一共输出了 这个还没看到 这个我给他点一下 点图示准 看这个图示准 它知不知识 那这个我可以便利一下 我用这个方式便利吧 这个没关系 我给同学们便利一下就行了 for循环 for循环 我把它变一下 itm 走 大家看到 我这个代码这样写呢 它其实是很不规范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运算符之间呢 应该有这个空格 这种方式很简单 你用 这个就隔开了 我说一句话 对 对这个代码 对代码进行格式化 的快捷键 格式化的快捷键 同学们 你们前面讲 IDE讲加r的时候 它那个快捷键是什么 快捷键 那个整理代码的格式化 是什么 control加什么 control加 是alt是吧 control加alt 加l 是吧 对 就这个快捷键 我们这边这个 这个格式化 就是这样快捷键 就是control加alt 加l 是这样子的 进行格式化的 你看我 看 整理远点 又回去了 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快捷键 那么我现在把它输出来 print itm 等于 加itm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输出什么 好 你们看到 我们看输出了什么呢 一共输出了10个0 为什么 因为你给的这个大小是10个 相当于说10个元素 但是因为没有给子 说说它是10个0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看 它这个are是怎么看到 看are的圆码 这个很重要 因为同学们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要看圆码 很简单 把光标 先定到这儿 定到这儿 那么当我定到这儿过后呢 我输入control加b 他说 我告诉你啊 这儿 我看到这个are的一个定义 final 它是个final class 就是它是不可变的 数字不可变的 那但是他说source not found 就圆码 他看不到 这只是一个简单声明 怎么办呢 好 同学们看 第一种方式 down 你下载很累 第二种是touch source 就是关联一下圆码 那么这个关联圆码 怎么关联呢 它还有点麻烦 它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 点 首先我们看到 它默认会在你安装的 Skyl主目下面的 Leap下面去找这个圆码 说这个简单 咱们把圆码包扔过去就行了 注意听 那现在我该举个例子 大家看 在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包里边 第一天这个包里边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资料 不是 不是这 是软件 软件里面你们看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source 这儿有一个source 看没有 这儿有一个 是这儿 就他 这个 你把这个呢 你把这个复制一下 其实这个也可以 你看复制 其实你们 从网上下来 它其实也是这儿 我复制一下 复制过后呢 我为了好管理 我就直接将其拷贝到 是看到的这个 它是在力宝下面 我就这儿 拷过来 好 我们现在看看观点能否成功 点 首先我们看看 刚才呢 有一个 这个圆码包 你看这里面 圆码包 你好像 都没看到 它不识别这个 所以麻烦 你放那里没有用 那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你 你多来一步 就可以了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看像老师 像操作就行了 还是找到这儿 你呢 先把它 手动的剪下包 剪下压 在这儿 在这儿 先剪 剪下 剪下 好 剪压过后呢 你看你这儿 不就有这个东西了吗 对吧 好 你剪压完了过后 你剪压完了过后 我们再来关联一下 找到它啊 同学们 现在我们 再重新来 关联一下 我们看到 的确是不是看到它了呀 再来走 你看它没有任何反应 它还是不行 还不行 那怎么办呢 经过我研究了一把 它是这样子干着 它是很 有点恶心的 就是说 你再把它剪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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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有点讨厌 其实里面 他应该可以往里面 自己找 但是他不 他很笨 他自己不去帮你找 说你要解压 解压完了过后 我们再关联就没问题了 所以说其实 其实就是这样 解脸吃压 解脸吃压就可以了 好 稍等片刻 这个解压 它有点慢 里面有很多小文件 它圆满文件很多嘛 就是说解压起来 你看这全是它的圆满 稍等片刻 解压起来稍微有点慢 你看原先五点多兆 解压过后变成了 挺大的 好 好 解压完毕 解压完毕过后 我们这次再来关联 就没问题了 好的 就是解两次 大家记住一下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 关联一把 走 还选中刚才这个地方 还选中它 走 点OK 你看 是不是现在观念上了 看 你看是不是 一堆啊 一堆 全是圆满 好 点OK 点OK 你现在不要着急 你现在看到 它正在进行这个索引 索引完了 它可以自动给你切换 到圆满包 稍等片刻 这样子就OK 你看 当它做完以后 你看到 你看到东西就变了 你看是already 是看到了 以后你要用的时候 也很简单 你把这个光标 往这一定 其实你双击一下 也可以 那么就双击也可以 点一下 我们这个already 是等这个样子的 就给你看 非常的简单 我把这个圆满包的 一个关联 简单的给它说一下 就行了 步骤如下 步骤 步骤 就是将 就是将我们这个圆满包 这个包 但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你可以删掉 因为这个没什么用了 那就把它删掉算了 浪费空间 对吧 你把这个点tadgyz tadgyz 拷贝到 拷贝到 这个斯卡纳的 并目录 这个 这个nab目录 录像 然后解压两次 像 然后 减压两次即可 减压 减压 两次 两次 然后关联即可 然后关联 就OK了 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原代码了 这肯定要去做这个工作的 最后呢 你如果能看到原代码就行了 步骤就是这样子的 Ctrl加B 就可以关联我们的这个原码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查看 那原码查看这个关联的一个步骤 我截起一段视频